大家好,我们是James Law市长房地产公司的房屋租赁和物业管理团队 我是Letty何茜怡 这位是同事扫码Fiona 大家好,Letty好 你好,今天你要给我们分享的就是说 如何去找一个很好很好的房客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房东都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对,这是一个无论说我们是投资,长期投资还是短期租赁 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爱护房子 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对待的这样的房客 特别是付房租是很准时的 没有偷偷欠欠的事情发生 那么如果要是找到一个不好的像我们所说的什么极品房客的话 大家一定会是很头疼的 很伤心,很头疼,很烦恼 对,会找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经验怎么样来通过我们这样专业的团队 来给大家一个好的征选的 经过征选的房客 这样的话节省大家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首先我们登了广告以后 就会收到这样的电话 就是有申请者打来电话 那么通常呢我们都会通过电话呢就能够了解到一些这个申请者的简单的大概的情况 这个电话呢就是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呢 通常我们通过电话以后就会大概其能够了解到这个客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呢这个也是为什么房东需要跟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中介来合作的原因 因为毕竟我想每个人不会说经常接到这样申请者的电话来来打来这样的 我们的经验呢就是说从他谈吐,从他的对话当中呢 我们大概可以留解房客的背景 对,对,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就会跟他去预约来到一个现场看房 那做现场看房呢就是通常呢我们都会比那个申请者要早到一点 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个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机会 因为这个现场看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考察这个租客 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一个优质的租客的一个好的机会 通常我们在等客人到来的时候就会大概其有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比如说他开的一定要什么样的车啦 他的衣着啦,谈吐啦 如果这个人一看他那个车都是灰灰沉沉 就是那个乌鲁巴兔的这种车 那可能你就会心里觉得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很爱干净很别生的人呢 那么呢接下来呢比如说我们会请他进入那房间来看房的时候 这个客人是不是直接穿着一个在花园干活的鞋就直接穿到你的房间里头去了 那当然我们肯定会是要请他先请他脱鞋的这种情况 但是你就会有一个心里大概的一个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在自己家里他就是这样一个习惯呢 你说的太对了 就是面对面有一种极界的感觉 对对对这样呢然后再进到房间里头在看房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经验看到他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 然后因为我们天天都会跟这样租房似的申请者来打交道 那么我们的经验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日积月累出来的 对你说的太对了 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接很多这种电话 对对对 也接出很多很多不同那个类型的人 对对对 然后你在跟他看房的过程中所以就会有一个基本上的判断了 这样的话然后而且你在这个推销的过程中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房客潜在的一个优质房客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去突出介绍这个房子的优点啊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经验之谈 那么如果有一些你感觉上就不是太对的房客 那你在介绍的时候就要小心咯 但是有时候呢房东会问有个问题哦 哎我看到你带一个怎么样这种人我不太愿意租给他或怎么样 那我们怎么跟房间解释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面对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您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通常申请者打来电话他要求看房 我们是不可以跟申请者说说no去拒绝他看房的 但是您放心看房是看房 但是我们这样我们这些初步的判断都会有的 一些不靠谱的这个租客我们不会推荐给您的 所以这个您大可放心 尽管他看房那是没关系的 这个我们一个最起码的标准会是有的 当然了所有的这些最后一定是您来决定的 您才是最后的那个decision maker 房东是最重要的房东说yes就可以 对对对我们会给您建议 但是最后的决定肯定是要您来拿的 那么呢这个客人看过房了以后 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的房客呢 潜在的优质房客 我们会请他来填一些表格 就是我们的预申请表格 这个我们公司的表格是一个 根据我们多年经验设计而出来的一个 非常内容非常完整的一个表格 那在这个表格里头我们会仔细的涉及到 房客的一些很多的信息 那我们在要求他填的时候 也是让他一定尽量的每一项都要去填写 包括很多的他们的家庭情况 他现在的住址 然后他以前租的房子是怎么样 他家庭的成员 然后他的工作状态 他的相关的一些所有的信息 我们都会要求他填的很详细 可以拒绝去提供这些计量吗 我们会要求他尽量去提供 他可以拒绝 但是我们就会跟他讲 那如果您在申请房子的时候 这个信息不完整 那就会对您的这个申请有影响 如果他真心想要租这个房子 他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 那他一定不会拒绝 因为这些信息 如果他是很正常的信息 很正常的一些信息 你们的资料是保密的 对这个都绝对不会有 会有其他的人看到这些资料 即使你的资料没有申请 我们也会很妥善的把它保存起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表格填了以后 他就等于是确认他希望租这个房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替房东做进一步的工作 那就是一些信息核查的事情 就我们所说的reference check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会打电话也好 email也好 采取各种方式 然后跟这个申请者的前房东 甚至是他的前前房东 看他的在以前的租房记录过程中 过往中他是不是一个好的房客 他是不是要每次都按时交房租 从来不拖欠房租 他对这个房子的态度是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干净整洁 爱护自己的这个房子 那么前房东都会给我们一些 很好的回应 然后如果我们也会问 如果这个人再去租您的房子 您会愿意他继续当您的房客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房东 如果是自己私人自己去租房的话 很多时候都不太懂去问这些问题 对绝对不会 所以真的要靠我们 这是有比较有经验的 这个其实我想起来 就像我们众所周知 明星都有他的经纪人嘛 对吧 明星不会每个明星都去 他去跟公司去谈他的报酬啊什么 都会有经纪人 其实您的房子 您那么心爱的房子 一样也需要有一个经纪人 那就是我们 你太对了 我知道有些房东 他认为去问这些问题 有时候有些尴尬 对对对 因为他如果换了我 就是第一次或者是很少很少跟人家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也不会很开口 对但是我们天天在做这个东西 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很自然的 不会让申请者觉得尴尬 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专业的 professional的工作 所以他会很自然的 如实的告诉我们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 那接下来呢 问了这次 我们叫做reference check 背景调查以后 我们还会 就是什么事情呢 对 这样我们就 如果做完这些reference check 我们会基本上就断定 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房客 或者是这个房客的 会很好的爱护房子 这样是一个quality 有质量的房客 那么呢 我们就会跟房东来介绍 跟他建议 这个是好的 我们可以租给他 那么如果房东同意了 那最后 当然最后的决定权 在于房东 房东说OK 那挺好 我就愿意选他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进一步 准备这个合同 然后做这个申请者的 信用调查 那么这个信用调查 就是需要这样 像我们这样 专业的公司来做 因为这个是必须 有注册账号的 来才能够做这个信用调查 所以这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做一个 我们叫credit check的 对对对 不会是你有这个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 那么这个credit check 非常重要 就会看到这个人 是不是过往 有不良的信用记录啊 他是不是有烂账啊 他是不是欠别人的钱呢 是不是他政府 对他有一些疑问呢 这些都会有看到 好 做完这个呢 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房客是真的 是不是 就是要及格的房客了 对对对 是一个优质好的房客 然后就可以跟他签约了 好 非常好非常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呢 可以直接打我们电话 在屏幕上面有我们的联络电话 还可以打我们的215-3408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